他已经50多岁了还没生小孩 不过他一点都不觉得遗憾和孤单 身边的人总是劝他找个伴 但他觉得独居的生活自己已经习惯了 他一个人住着海岛上的一间老房子 每天一个人在这间房子里吃饭和睡觉 他在岛上的水产加工厂找了份工作 他觉得这样普通的工作能养活自己就足够 工作至于他喜欢去图书馆花几个小时看书 晚上回来再把当天看书的感悟记录在纸上 这样日复一日的生活简单而自足 但他却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老无所谓该怎么办 其实美奈子并非是个不昏族 只是他深爱的丈夫在30年前突然消失了 他的丈夫当初告诉他只是出去一下 之后便如同石沉大海再也咬明雪 他不知道丈夫突然失踪的原因 也不知道丈夫到底还会不会再回来 他就这样在原地苦等了丈夫30年 从青春韶花等到两兵斑白都不曾动摇过 而丈夫留给他的只有一盒老瓷带 瓷带里流淌着两人初恋时的甜言与蜜语 这段简短的对话他已不知听了多少遍 也成了他漫长的等待日子里仅有的未解 其实他的身边并不缺乏追求者 其中最执着的是岛上一个叫春南的渔民 春南暗恋了他30年至今还单身 而他从来都没想过要答应春南的求爱 旁人劝他都这把年纪了搭伙过日子别太挑 免得将来一个人面对孤独终老会后悔 甚至春南的母亲也来劝说美奈子 恳求他给春南一个机会哪怕是出于可怜 否则看到儿子为情所困终日戒酒交仇 即便是自己死了以后也不能明末 身边唯一不劝美奈子将就嫁人的 或许只有他年迈的母亲了 自从他的父亲去世后 他的母亲时常会一个人望着大海发呆 美奈子不知道母亲望着远方在想什么 只觉得母亲似乎也在等一场无尽的期盼 他曾多次尝试说服母亲搬去和自己住 但和已经习惯独处的他一样 他的母亲也习惯了一个人的独居生活 只是母亲常常会觉得亏对了美奈子 原因是美奈子的父亲经常无缘无故对他施加暴力 母亲觉得父亲原本很善良 只是在意外中失去一条腿后才变得性情暴躁了 但如今他的父亲已不再认识 美奈子也无法再去追究谁的过错 没过几天 美奈子发现母亲孤零零地躺在床上去死了 他的母亲没有留下任何的遗言 只是手里还紧紧地抱着父亲的甲值 这一刻他明白了母亲一直等待的是什么 或许自己最终也会像母亲这样孤独地死去吧 举行葬礼时 美奈子打算把甲值放进母亲的棺材里 他知道这应该是母亲最后的遗愿 但无论他怎么摆放都放不下甲值 葬礼结束后 美奈子不由地感叹现在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 他突然间发现 似乎身边所有人都是一生不想就擅自地离去 他们如此决绝地不顾身后的一切 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有点太远行 葬礼过后没几天 春男的亲属便瞒着美奈子私下安排了会面 他们的目的依然是想劝美奈子松口 但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让春男重新振作起来 似乎春男变成如今的模样 美奈子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坐在对面劝说的都是长辈 美奈子只能始终让自己保持着谦逊与尊重 直到两位长辈走后 他才不加掩饰地向春男表达了自己的反感 他不满春男总在自己脆弱的时候现殷勤 这种不合时宜的体贴只会让他难为情 在美奈子看来 缺乏情感基础的相处只能叫大火过日子 而相比之下 他和丈夫之间的自由选择才能称之为爱情 在美奈子言语的刺激下 春男意识情绪激动说出了要自寻短见的话来 然而这种失去理智的要挟反而让美奈子感到更加失望和愤怒 美奈子没想到春男在当天晚上赌气独自乘船驶向了茫茫大海 自此以后 这座岛上又多了一个一曲不复返的男人 而在外人看来 如若面对一个痴情半生的男人都不为所动 那么这样的女人未免也太冷漠绝情了吧 在不被众人理解的环境中 美奈子自然也没能逃脱春男母亲的责问 我儿子对你倾注了一片痴心 你为什么就不能对我儿子稍微温柔一点呢 无力反驳的美奈子只能委屈地低下头 他不明白人们为何总要逼迫自己妥协与屈服 我不过是想安安静静地过着自己的日子 而真正打扰我生活的明明是春男 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些久久未归的人渐渐化作了未解之谜 而在这座闭塞的孤岛上 似乎总会有人不明不白地消失不见 千夏的丈夫也从岛上失踪两年了 这两年他四处寻找也没能找到半点消息 后来在老镇长的介绍下 千夏结识了境遇相似的美奈子 起初他怀疑自己的丈夫是被人绑架了 毕竟他和丈夫的感情一直都很好 现在他只想知道丈夫失踪的原因 希望有经验的美奈子能给他提供一些帮助 千夏将丈夫的照片递给了美奈子 并介绍自己的丈夫是一所中学的老师 和美奈子的丈夫一样 他的丈夫在失踪前同样只说了一句句句就回 从此之后便再也没有了消息 其实在千夏的丈夫失踪后 他也受到了医院里男同事的追求 只是他觉得自己在法律上还是丈夫的妻子 所以总是找各种借口拒绝了同事的追求 然而在寻找丈夫的过程中 感受到希望渺茫的他慢慢死了心 有时候千夏也在想 自己要不要搬去新的地方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这样就不会见到熟悉的事物而触景生情了 同时他也很好奇 等了这么多年的美奈子会不会也曾有这样的想法呢 事后美奈子带着千夏去了警局找线索 由于他和这里的警员已经很熟悉 因此能够方便地查到一些内部的信息 逐一浏览着身份不明的遗体信息库 千夏的心中交织着紧张与不安 他从未设想过自己的丈夫已经离开人世 而未能在信息库里找到丈夫死亡的记录 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一种微妙的未解吧 从警局出来后 美奈子主动说起了自己失踪的丈夫 他说我的丈夫是一名远洋船员 在一次登船之后就再也没消息了 一开始我也怀疑我的丈夫是遭人绑架 但调查之后并没有可疑的线索能证明这个猜想 后来我又怀疑他是不是被海浪卷走了 但经过这么多年的找寻 我能想到的可能性都已经被一亿排除了 而我一直都特别想知道 我的丈夫到底为什么会突然消失 现在的他究竟又在哪里过着怎样的生活 所有的一切都不得而知 我却还是在园地默默等待着他的归来 以前我想他应该没有理由不回来 但如今他可能也没有回来的理由了 不久之后 签下终究还是和同事走到了一起 他不知道自己这样算不算对爱情和婚姻的背叛 也不理解美奈子为何能坚持那么多年不放弃 但他知道自己做不到那么坚强 也无法承受无尽的等待带来的煎熬 于是他请美奈子帮忙写了一份报告书 他想申请将丈夫定义为特别失踪人口 这样就能从法律上解除和丈夫的婚姻关系 继而摆脱束缚并且和同事组建新的家庭 他说自己本来还想再多等几年 直到认识了美奈子他才明白自己无法再等下去了 我觉得我还是得为自己的幸福做考虑 我也还想在35岁之前生孩子 我不知道等一个可能永远不会有的答案只不值得 我也无法再说服自己为一个生死未卜的人浪费时间 美奈子觉得自己所经历的等待算不上坚强 也并没有别人说的那么伟大 自己只不过是将等待当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事后的日子依旧没有变 美奈子也依旧听着录音机里熟悉的声音 只是世间万物都逃不过时间的秀时 他唯一寄托念想的磁带也在一瞬间崩断 小小的变故似乎成了不祥的预兆 他的婆婆也在不久后去世了 得知消息的美奈子独自乘船赶去奔丧 这也是丈夫失踪后他第一次离开这座孤岛 对于人过中年的他来说 似乎每参加一场葬礼都是对过往人生的一次清算 美奈子的公公告诉他 除了已经去世的妻子之外 家里其他的人都早已经放弃了等待 其实你无需担心有人会因此责怪你 你只要尽到自己的情分就好了 也不必做到对自己如此的苛刻 美奈子的回答很淡然 他说我并不觉得自己有多不幸 我只是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着 若非刻意去想他 我想我也应该几乎快要把他忘记了 回去的路上 一个熟悉的面孔引起了美奈子的注意 他一眼就认出了对面的男人是签下的丈夫 并在擦肩而过时叫出了对方的名字 随后他把对方约到了咖啡馆 接着解释自己是受签下的委托协助他在寻找 美奈子最想知道的是对方消失的原因 然而得到的却是一个轻描淡写的回答 田村说自己也没想好当初不告而别的理由 或许自己只是想逃避一眼望得到头的未来 美奈子的语气更像是 是在责问自己的丈夫 他以为三十年的时光足以磨灭自己深埋的情感 却不曾想所有的情绪还是在骤然间涌上心头 整理好内心纷乱的思绪后 美奈子觉得田村应该回去给自己的妻子一个交代 至少告诉他你还好好地活着 而此刻的田村并未意识到 自己贸然离开的行为对另一半意味着什么 他只是唯唯懦懦地跟美奈子坐上了回去的船 也自始至终都没有关心签下现在过得怎么样 而美奈子也为透露签下已经找到了新的归宿 他似乎刻意在向田村隐瞒这件事 来到自己家楼下后 田村非得求美奈子陪着菜胆上楼去 他忐忑不安地按响了门铃 可开门的却是与千夏已经同居的同时 千夏无法接受丈夫突然地归来 就像接受不了丈夫当初莫名其妙的消失一样 自己明明是被抛弃才开始新的人生 结果丈夫的归来反倒让自己成了对婚姻不忠的一方 丈夫轻飘飘地道歉 无法抵消他等待所带来的痛苦 更无法将过亡与当前的种种纠葛一笔勾销 这大概是美奈子最不愿看到的现实 可他试图悄悄离开却被千夏大声叫住 千夏责怪他不应该再把丈夫带回来 你之所以还能这样一直等下去 是因为你笃定你的丈夫不可能再回来 你一直活在自己过去的记忆里 而且已经完全分不清梦境和现实了 似乎是自己的心思被看穿 美奈子急忙逃离了现场 他的确是想借助他人的选择去验证自己的人生 所以才会拦住田村并擅自将他带了回去 可他等来的答案并非真实的映照 或许属于他的那个答案早就沉入了海底 当天夜里下起了雨 无处可去的田村来到了美奈子家中 美奈子没有拒绝对方的投诉 他只是拿出了丈夫不再穿的衣服给他换上 之后他向田村道了歉 自己不该隐瞒千夏有了对象而把他带回去 但田村觉得知道千夏有了新生活 反而会让他好受险 他说自己一个人在外面独处的时候 偶尔也会萌生出想要回来的念头 不过想想却找不到回来的理由 只是觉得自己不可以一直这样漂泊下去 美奈子听后低下了头 大概自己的丈夫也会是这般纠结的态度吧 也许在丈夫看来 离家出走或许只是一场轻而易举的逃离 可对于一个等待了三十年的女人来说 那失去的又妻只是一个丈夫呢 顺着美奈子忧郁的目光 田村看到了那台老式的录音机 得知美奈子的磁带已断裂 田村提出自己可以尝试帮忙修复 磁带修复后的声音虽然不完整 但如同生活本身就是不完美的存在 其中存在的那份甜蜜也早已出现了残缺 夜深人静时 美奈子一个人自言自语地念叨 其与丈夫相识的经历 他说我自己长期以来受到父亲的影响 导致我一直不敢与一行交往 而且家里的重要决定也从不会告诉我 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隐形的外人 直到我遇见丈夫的那一刻 让我第一次产生了想要靠近一性的渴望 我的丈夫给了我温暖的归属感 以至于在丈夫离开以后 我都一直无法释怀 我想大概是年轻时 遇到了过于惊艳的人 才注定了我后半生的情感如此蹉跎吧 听着美奈子充满哀愁的叹息 被深深触动的田村不禁泪流满面 此刻的他终于深切体会到 悄无声息地离开 对于等待的人而言竟是这般的残酷 而田村的自责与懊悔 也让饱受相思之苦的美奈子出现了幻觉 他把穿着丈夫衣服的田村 认作了魂牵梦绕的心上人 似乎他所有的等待在这一刻得到悔 你怎么回来了 他把穿着好的念了吗 帮你回到哪里 他怎么回来呢 他跑到哪里 当这座海岛从清晨的阳光中苏醒 田村知道是时候永远告别这片土地了 从睡梦中醒来的美奈子仿佛又听到了丈夫的声音 他的耳畔似乎还回响着丈夫那句我出去一下 他日复一日地推开那扇推了千万次的门 等来的依旧只有每天照常升起的太阳 他依旧远远地望着丈夫离去的那条路 三十年如一日早已将无尽地等待融入了自己习惯的生活里 这是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 故事的名字叫做千叶一夜 有人讲了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保全了性命 有人等了上万个日夜也没能等到丈夫的归来 有人决意放下过往重拾新生 有人被执念所困之为求的一个答案 截然相反的选择没有谁对谁错 因为无论坚守或放弃都需要莫大的勇气 但也正是因为等待让爱变得更加深沉 也让平淡无奇的生活拥有了不凡的厚重 因为在欢愉时看到了霓虹璀璨的东京铁塔 女人推开怀中的男人 拿出手机想要拍下 但在她按下快门的瞬间 铁塔的灯光却熄灭了 期待事物的无预警消失 唤起了她长久不遂人愿的记忆 她有些低落地询问伊藤 她小时候是否想过会变成现在的自己 伊藤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 就如她忘了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失去感受生活的能力 变成了一个普通而无聊的大人 两人因为这种复杂的情感失去了继续欢愉的欲望 深夜没有入睡的伊藤无聊地翻看着网页 手机在之时突然发出了提示音 点开消息 一个女性用户的头像映入她的眼帘 她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小则相知 她的初恋女友也是她爱的最深的女人 她一夜夜翻看她的动态 弥补着15年来遗失的空洞 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是1999年的元旦夜 伊藤向相恋五年的相知提起了结婚的事情 可她却苦笑着翻过身子 一脸失望地说了一句真的很普通啊 你们没有争吵 只是在沉默中度过了一夜 人在真正离别的时候 是不会说离别的 等待我们的只有不通向任何地方的结局 这句普通的告别 就是她与伊藤分手的方式 看着她和别的男人结婚的照片 沉淀在伊藤心底的伤开始阴影作痛 曾经那个害怕频繁普通的她 如今也被现实洗去了尖刺 过上了她以前嗤嗤以鼻的婚姻生活 就如我们曾经期许过的梦想 在对现实的妥协与退让中一点点湮灭 最终沦为茫茫人海中绝望而普通的又一个人 随着时光的倒带 那些构成我们无法长大的缘由 或许只是不愿割舍的执念罢了 在没有认识相知之前 伊藤是一个连闲于都嫌丧的人 她在工厂的流水线上 每天重复着枯燥无味的生活 那个年代的杂志末尾都会安排 比有专栏这个板块是孤独者的聚集地 齐赖很喜欢读这块的内容 听到她念出伊努卡拉的时候 伊藤第一次被专栏的内容吸引 面对齐赖的询问 她说这是曲子小泽健二的首张专辑 她很失去地将那页杂志私下送给她 她灰暗的生活里突然亮起了一束光芒 我们总期待遇见能够理解自己的同类 从而填补内心深处的孤独感 她主动写信给了这个特别的女孩 而女孩的回信开始了一段关于青春的故事 虽然还未谋面 但信封上那股小众的清新味道 便越过好奇心将伊藤俘获 年少时的我们有着青春的冲动与向往 对爱情抱有更加理想化的纯粹与想象 也更容易看到爱情应有的样子 在那个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年代 书信交往成为了最适合于爱情的沟通方式 哪怕只是一些细无巨细的无聊琐碎 写信人也会在字里行间倾注自己的情感 与收信人进行心灵的对话 从而建立起一种更加深厚真实的情感联系 每天下班能收到伊努卡拉的回信 成为一腾最大的期待与乐趣 灵魂的契合让两人越走越近 懵懂的爱情也在两人之间深蹲发芽 他们相约走进现实 一场青涩而陌生的恋爱冒险就此展开 相视而坐的两人紧张得仿佛怎么呼吸都忘了 只能一人说一句话 进行着简单尴尬的对话 直到聊到起立梦中人的时候 两人才渐渐打开了话匣子 女孩的名字叫相知 她的内心与比名伊努卡拉的欲一样 充满了对自由与希望的想象 她渴望摆脱一切的束缚 追寻那些属于自己的事与远方 但阴沉普通的伊藤却与她完全相反 她读高中时每天都会在日历上话差 记录自己今天有没有犯罪 她就像一束温暖的阳光照进伊藤阴郁的内心 她在这之前总是看不起那些读了一本书 或遇到某个人就改变人生的人 但在遇到相知之后 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想要加油努力 渴望追上她的脚步 第二天 伊藤做出了一个改变人生的选择 她辞去工厂流水线的工作 草率地加入了一家只有他们三人的小影像公司 她的身上矛盾地充斥着难以言喻的干劲和茫然的不安 她打电话告知了相知自己被录用的事情 然后邀约她一起去迪士尼庆祝 电话线不仅缩短了爱的距离 也让彼此的情感不断升华 他们相约来到一间廉价的爱情旅店 在这个闪烁着宇宙星辰壁纸的房间里渐渐相拥相容 相知闪烁着泪光告诉伊藤 他在高兴的时候就会觉得难过 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 他们在这里互诉中长 逃避着彼此的平庸与渺小 1996年的一个夜晚 伊藤骑车送字幕卡的时候狠狠地摔在马路上 他对这份时时刻刻输入别人意志的工作产生了迷茫 更对一眼见底的人生感到了害怕与恐惧 相知安慰他就像中导罗门的小说的主角一样 他的身体里也充满了尚未成佛的词语 然后建议他要不要试着写小说看看 他一直以来的鼓励与认可 让无处安放不安的伊藤得到了活着的抑郁价值 相知一直文艺地追寻着有趣的生活 他会在心血来潮市租上汽车 让伊藤跟他一起翘班 来上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听到他抱怨想要辞职逃往远方 袭击各种刺激改变人生的时候 相知说公泽贤志明明直到死前都在乡下度过 却到银河旅行了一趟 然后看着他的眼睛认真地告诉他 沿途的风景从来都不是我们的目的 只是为了品尝恋人在身边时的那种幸福 1997年的某天 公司安排相知去店念已久的印度采购 他随后兴奋地告别伊藤 只在来年寄回一张印度落日的明信片 可看到背面写着过来这里的邀请时 伊藤却突然第一次感觉他好遥远 他模糊地意识到 或许他们从相识开始的那一刻起 就注定了有一天要分手的命运 只是不知道那所谓的必然是会出现在今天 还是明天 亦或是二十年后 1999年元旦夜 世纪预言的地球毁灭失效了 但相知却和伊藤分手了 在伊藤提出结婚的时候 他苦笑着以普通的理由挽拒了他 他们没有争吵 却在清晨的道别中成为了路人 从此再也没有见过 相知的不告而别让伊藤很久都没能走出来 他是第一个走进他心里 并一直长居于此的人 在相恋的那段时间里 他是通过相知来感受这个世界的 甚至是靠他来感知自我的存在 他现在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有什么意义 更不知道自己活着的价值是什么 仿佛要被这种枯燥而忙碌的生活所吞噬 伊藤尝试去写相知之前建议他写的小说 可财思的贫乏却让他感到了头疼与傲慢 但神奇的是 空白的编辑页面赫然打出了 你没有问题的 你很有趣的字样 2000年的某天 伊藤参加了一场纸醉精密的派对 左内注意到了他这个浑身散发着丧气的男人 他一边说明天不知道会是怎么样 一边猛然抓过他的衣领 今天是我人生的最后一天 我总是这么边想边活的 随后松开他的衣领和旁边的女孩探讨去哪里释放他们彼此的激情 伊藤受不了包厢里这种疯狂而傲慢的气氛 他找机会逃到外面飘雪的自动贩卖机前 独自洒落他们无处安放的挥卖 可就在这时 苏抽着香烟蹲坐到他的身边 他说他很擅长找到绝望的人 他那双透露着孤独与不安的眼神 仿佛能越过去体与真正的伊藤对话 他极具反差的活泼与可爱 很快就和伊藤的朋友们打成一片 他说他很擅长演戏 可以变成对方想要的样子 然后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走进了伊藤的生活 只有女人才能治愈别的女人造成的伤痛 伊藤的脸上渐渐恢复了笑容 他重新对生活有了些许期待 为了撮合伊藤和苏在一起 大家让他放下待命的工作送醉酒的苏回家 他在路上突然脱下了鞋子 光着脚弯起了彩白色砖头的游戏 然后突然停下脚步 抱住了追随他的脚印的伊藤 心吻上他的嘴唇 来到苏的公寓之后 两人喝酒聊天本该有着之后的顺利成章 可突来的一通电话却破灭了暧昧的氛围 面对他的询问 他的脸上写满了欲言又止 他颤抖着让伊藤等待他工作结束的电话 惶恐地不敢期待能再次相聚 伊藤翻出了相知送他的明信片 然后一脸神色复杂的望向苏的房间 有的伤可以被时间治愈 有的伤却像浓窗一样一直留在心底 苏工作结束后看到了寒风中等待许久的伊藤 他惊喜地飞奔下楼 却喜地跳进他的怀抱 和他幻想的一样 他没有因此嫌弃自己 两个无路可走的人能做到的 仅仅只是在这短暂的时间里 将那些忧愁的东西放在地上 这份工作是苏换去左内资助他追梦的代价 但就算每天都是这样 他好像也并不怎么讨厌现在的生活 虽然我们总能很快地适应突来的意外和幸福 可当喜欢的人出现的时候 却会卑劣地无法容忍自己的缺点和污点 第二天 电视上传来了左内被捕的新闻 看着眼前熟悉的公寓 伊藤连忙给苏达去询问的电话 但电话那头只传来冷漠的机械声 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苏就这样从此人间蒸发 没有在这个世上留下任何的痕迹 这件事再次改变了伊藤 他开始学着不再期待 2011年的3月 伊藤和慧的母亲一起吃饭 他和慧已经谈了5年的恋爱 本应该商量结婚的事宜 可他却跟伯母抱怨了辛苦无趣的工作 表达了对现在社会的无奈与妥协 会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 但工作的电话却打断了他们 忙碌的工作让伊藤不得不提前离开 最终饭局就这样不了了之 他甚至都没有时间安慰 因此受伤的婚 大地震带来的余震 让人们想握住某些东西的 愿望变得十分强烈 以至于掀起了一阵结婚的热潮 但伊藤觉得他们只是顺应社会 自我感动的肯定 并非真的遇到想要的人 可他只是残存了一些不普通的信念 却没有完全与大众背道而驰的勇气 或许是想交出和相知不一样的答卷 他连忙用道歉和承诺安抚扶袖而去的回 但会永远都不会想到 爱情对于伊藤来说只是故事 却将成为他人生的事故 2015年的某个夜晚 伊藤参加了一个合作伙伴的欢送会 他无趣地离开时撞到了一个女人 他记得他刚才在台上有些手忙脚乱 便善意地出言安慰 像他们这样的边缘人物是没有人会在意的 他的自嘲得到了他的认同 伊藤带着他离开了这个 看似热闹十字人均冷漠的地方 看对眼的他们来到高级旅店 准备度过一夜的风流 窗外的东京铁塔的璀璨灯光 突然吸引了女人的注意 可他们的激情却随着铁塔灯光的突然熄灭而消散 只留下了一段苦涩的对话 他在凌晨一点突然收到了一条消息 是系统推送的可能认识的人 他没想到会在这里重逢失散15年的相知 他自认早已封存的记忆开始复苏 看到他结婚生子的动态时 伊藤苦涩的喃喃着他真的变普通了 或许雨天总是衬托着别离 他回家的时候发现会已经早早地倒在这里 但他却自顾自地走到桌前翻开书本 相知送他的明信片赫然出现在眼前 如果当时跟相知一起去印度的话 人生是不是会大不相同呢 可回应他的却只有沉默 他对感情的冷漠与沉默让他失望透顶 他等了伊藤九年 却一直等不到他们结婚的希望 会悲愤地收拾书本要走 可提起的指代却不堪重负地破了一顶 伊藤只是沉默地蹲下身子帮他失去 他从来都不是缺少挽留会的机会 而是真的不在乎两人的感情 2020年的疫情笼罩了全世界 昔日繁华的东京街道已经空无一人 疫情改变了每个人的人生 也让孤独的人变得更孤独 伊藤在街头漫步时遇到了遗落在过去的期赖 落魄潦倒地他失去了往日的笑容 可他的第一反应却是默默他的大衣物料 然后五味杂陈地说他过着正经的生活 曾经大家在他的酒吧欢聚一堂的时候 他穿女装化农装 将真正的自己释放出来 或许曾经的快乐不过只是表面的伪装 沮丧和失落才是真实的自我 两人略带醉意地走在无人的街道上 追忆曾经那些美好的过往 可看似热络的伊藤却难言冷漠的内心 期赖勒住他的肩膀一起摔进一旁的垃圾堆里 然后悲伤地抱怨自己一无所有 大家都把他抛在了后头 听到他大喊着要跟厨余一起被送进垃圾处理场的时候 伊藤忍不住笑骂出他曾经的自嘲 这世界上有80%的人都是垃圾 剩下的20%则是人渣 伊藤相信即便是这样糟糕的世界 也仍然有着1%的好人 但期赖却不与苟同 表示那只是一群不安事实的人而已 曾经的他把辞职和梦想挂在嘴边 可花光所有继续圆梦 却只见到了人心之暗的一面 他看似重新振作创业开了酒吧 结果依然被困在名为理想的牢笼 但执念太深的他不愿改变自己 只想指责他人 他一边拒绝了伊藤的工作邀请 一边谴责他总是这样虚伪 明明内心十分冷漠 表面却装得这么温柔 他流露的真情成了 期赖太多遗憾中的一丝欣慰 他拦下一辆出租车后 一边将伊藤塞入其中 一边说他该回到他的现实中去了 就如伊藤离开工厂的那一天 他捧着一束鲜花送给伊藤 笑着恭喜他出院了 直到最后他也没有表露他的爱意 不想给他带去困扰 这次分别之后 余生大概再也见不到了 出租车开过一个个似曾相识的街头 在熟悉的小泽健二的歌声中 回忆如到戴班府上心头 25年的过往在此刻突破 时空匆忙地拼接在了一起 难以平静的伊藤选择下车 走到那个与相知分别的路口 巷子里那家曾经被他们 视作安全地带的爱情旅店 如今也已经年久废弃 伊藤此时终于明白 那个房间就是笼罩着 他们的脆弱与希望的乌托邦 一旦走出房间 他们就不得不面对 彼此的平庸与渺小 没有了房间的他们 就不再是他们了 伊藤踏着皮鞋开始疯狂奔跑 追忆那些放不下的过去 他内心深处总泛起的怀疑与不甘 以及反感当下的情绪 来自于一个青春年华时遇到的人 逆光下的剪影无比华丽 信誓旦旦地挽留缺痛的心碎 那些浮光掠影的文艺遐想夹杂在一块 编织成了一团五彩斑斓的梦幻泡影 伊藤的心中充满了逃离普通的煎熬 可折腾了整整一圈之后 最终却落回对普通的任命 他不甘心地回到与相知初次见面的地点 如今放下一切的他 可仍在上下求索的我 要面对的都是未来 就算偶尔有人在脑海中投掷超脱的石头 也只不过会激起一圈圈的连影 一切很快又会复归以往 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 无论经历了多少岁月 我们终究无法真正地成为大人 他错愕地发现 同居五年的男友除了性别以外 其他都是假的 警方在深夜突然敲开了他的家门 他跟他们来到医院后 看到了因为珠网膜下枪出血 而失去意识的男友 警方一边询问川原能否确认男友的身份 一边拿出他的驾驶证说是伪造的 看着一脸不敢置信的川原 他说除了地址之外 菊平的所有资料都是假的 川原一时间不知道应该如何去面对他和菊平的感情 那个和自己同居五年的男人此刻竟是如此的陌生 虽然菊平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但他能恢复意识的可能性不大 而且就算恢复意识 他的脑部也有可能留下后遗症 看着失去意识的菊平 川原的内心十分复杂 他不知道病人名字一栏应该填写什么 他回家后发疯一样翻箱倒柜 想要找到什么能证明菊平身份的东西 却发现他的钱包里什么都没有 最后在他的随身物品里找到了一张志愿者 可当他去这个公司了解情况的时候 却被告知他们这里没有叫菊平的医生 为了弄清楚他的真实身份 川原又去警局寻求警方的帮助 但在他们的提醒下 他这才意识到菊平没有一个朋友 也没有存折和信用卡 甚至日常支出也都是由他买单的 无法接受现实的川原迷茫地走在大街上 他恍然间回到了他们相遇的那天 地铁因为大地震被迫停运 成千上万的乘客在广播的引导下紧急疏散 可川原却突然感到严重的不适 只能量枪地艰难前行 最后倚靠在栏杆前大考的喘气 周围的人都因为恐惧和求生的本能而疯狂逃离 下意识地忽视了他这个陌生人的安慰 但就在他感到无助和绝望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男人停下了脚 他逆着人流走到他身边发出关切的询问 川原抬头后看清了来人的长相 是一个清秀温柔的男人 他不仅把自己的公文包作为川原的坐垫 还脱下外套盖住他的大腿防止走光 然后引导并鼓励他慢慢地呼吸 男人的温柔善良深深触动了他的内心 两人在进站口分别的时候 男人注意到了他脚下的高跟鞋 他一边脱下自己的鞋子 一边让他可以穿着走去公司上班 面对川原的婉拒 他一边说他家就在附近 一边让他到公司后可以丢掉 川原没忍住叫住了转身离开的男人 大声地询问他的名字 他在短暂的犹豫后 说自己的名字叫小厨 川原回过神来的时候 他突然看到了不远处的小厨大厦 被接下自欺欺人的遮羞布的愤闷 瞬间吞噬了他的内心 他愤怒地将菊平的鞋子装进垃圾袋 接着是衣柜里的衣物和裤子 然后是他真爱的手办 他甚至不解气地踩了几脚 结果捂着脚痛苦地坐到了地上 曾经的回忆就像海啸一样 再次向他洗来 因为菊平的温柔礼貌 一直让他念念不忘 他觉得自己应该是对他一见钟情了 所以当他在商场偶遇他的时候 他连忙兴喜地跑下扶梯追了过去 他的出现让菊平有些惊讶 川原把他带回家后 发现他在不停地咳嗽 他连忙摸了摸他的额头 然后一边拿外套给他披上 一边笑着打去 他这个医生不会调理自己的身体 听到他边摇头边说他付不起租金的时候 川原表示他可以负责家务和料理 或者是打扫之类他做不好的事情 然后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 希望他们可以一起居住 菊平在短暂的沉默后 轻轻地触碰他的额头 川原则笑着吻上他的嘴唇 菊平从此成为了他的家庭主妇 两人的感情也在相处中迅速升温 过上了幸福温馨的生活 可随着川原事业的蓬勃发展 他对菊平的态度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他常常背着菊平跟闺蜜一起去参加联谊 可让他感觉不错的男人 却带着有些醉意的他去了游戏中心 他只好拿着男人迎来的临时回家了 他边撒娇边扑进菊平的怀抱 然后谎称临时是闺蜜送他的 菊平没有过多询问 只是宠溺地把他抱进房间休息 第二天 听到川原发出咳嗽声的时候 菊平关心地走到他身边 让他张大嘴巴给他检查一下 发现没有什么大碍之后 他恶作剧般地掰开他的嘴巴 笑着说摄取过量的酒精会有痛风的风险 可川原不仅仍然应酬到很晚才回家 而且还在卫生间里呕托了酗酒 所以菊平没有把水放在他的手中 菊平解释说应酬也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他没办法拒绝 也没办法一个人先行离开 菊平说他是在担心他的身体 然后抱怨了一句他这两天都这么晚回家 他的谴责让菊平封存的记忆开始复苏 被勾起的内疚让他感到了痛苦 看到他沉默地走出家门平复内心的时候 川原头也不回地随口问了一句他要去哪里 直到酒精清醒得差不多之后 他才去公园找到菊平 然后坐在他旁边的秋千上 莫名地询问他喜不喜欢小朋友 他一边说他妹妹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一边说他们家的女孩太多了 他想生一个儿子 可菊平却在短暂的沉默后突然道歉 然后低落地说他没有这个资格 因为他知道自己现在的一切都是由谎言构成的 可川原却自嘲说要说资格的话 他就更没有资格了 随后尴尬地荡起了秋千 在经历了这件事后 他决定收心不再参加联谊 闺蜜吐槽他在联谊上遇到的男人不靠谱 一直用谎言欺骗他 然后无奈地表示他们这个年纪的女人 让川原坚定了想法 他决定带菊平去见母亲 听到闺蜜的羡慕时 他说菊平只是一个研究医生 工资和兼职差不多 但他的脸上却流露着难言的得意 可当他跟菊平提起明天晚上七点 跟母亲一起吃饭的时候 菊平却委婉地拒绝了 他的脸上瞬间露出了不悦的神情 他一边说是他母亲想见他 一边不容拒绝地表示只是吃一顿饭而已 菊平只好点头同意 但他第二天却没有赴院 川原和母亲一直等到快八点的时候 母亲让川原给菊平打电话催一下 可他根本没有手机 这餐饭吃的川原十分憋屈 他愤怒地回家准备对菊平发脾气 却发现家里哭无一言 而他睡了一觉醒来后 菊平还是没有回家 可就在他打算抽烟解压的时候 门铃却突然响了 出现在门口的人不是菊平 而是两名警察 为了弄清楚菊平的真实身份 他找了四家侦探海员调查菊平 因为菊平的事情 让他最近变得十分烦躁 所以他接到闺蜜电话的时候 不耐烦地推延了社长的行程 可就在这时 他突然看到有个女孩 打开了他家的油桶 第二天 在海员的帮助下 他找到了昨晚的那个女孩 他拿出照片 想从他口中了解到 关于菊平的事情 听到菊平已经失去 意识住院的时候 女孩低落地说 他经常在这里用电脑写作 然后带他来到菊平的存放地点 取出他藏在这里的笔记本电脑 助理破解了开机密码后 发现电脑里只有一个文本 里面是一篇 长达七百多页的未写完的小说 小说讲述的是一家三口的幸福生活 因为川原没有在里面 找到任何和自己有关联的事情 所以他不知道 自己对于菊平来说到底算什么 他回家后不甘心地继续阅读下去 看了一页小说的川原 被手机的震动惊醒 他发现自己已经迟到了 因为川原不仅擅自更改社长的行程 而且今天还迟到了 所以秘书不等他陪笑着解释 便让他把工作交接给闺蜜 放假休息一段时间 川原来到事务所一边收拾资料 一边说他要去赖湖内寻找真相 基于内心的不甘以及被闺蜜取代的愤懑 他迫切地想要知道菊平对他的爱里 有没有掺杂着谎言 川原根据小说的描述 在赖湖内寻找着小说里的那座灯塔 但有限的线索让他一无所获 借酒消愁的他在小酒馆喝的烂醉 大声地抱怨着菊平的欺骗 然后用信任作为自己忽视菊平的借口 面对陌生男人的不怀好意的邀请 他在短暂的犹豫后就笑着同意了 现在的他只想释放自己忘记过去 可就在这时 老板娘却揭穿了男人的谎言 他一边说他的妻子快预产期了 一边让他把醉酒的同伴带回去 川原不服气地拍着桌子 大喊是菊平先背叛他的 第二天 他醒过来的时候 老板娘说龙儿好像见过照片上的那个男人 他连忙打电话联系海员来来户内帮忙 他无论如何都想知道菊平的过去 经过两三天的踏询 他们终于在一座建立在礁石上的灯塔处 找到了小说里描述的洞穴 并从中拿出一个密封的罐子 看到里面装着的手办时 川原确信这就是菊平的宝物 他经常在网上寻找相似的手办 但这同样也验证了小说的真实性 随着调查到的事情越来越多 川原的内心也越发的迷茫 他开始害怕追寻到的真相是自己所无法承受的 第二天 海员拿着照片询问渔民的时候 对方喊出了阿聪这个名字 他拿出年会的合照给他们看的时候 川原表现了有些忐忑和抗拒 因为照片里的男人的侧脸真的很像菊平 所以他们去车来到渔业协会询问的时候 川原对越来越近的真相感到了害怕 他让海员带他进去询问 海员毫不客气地把他的行李丢下汽车 面对他的质问 他说他不知道菊平是怎么跟他这样的女人相处五年的 随后去车离开了这里 川原穿着高跟鞋狼狈地走在山道上 看着魔破皮的脚踝 他回想起了菊平把鞋子送给他的场景 回想起了他每天买菜做饭的场景 随着回忆的场景越来越多 他也开始对自己进行反思 与其说菊平欺骗了他五年 倒不如说他在这五年里从未主动关心或了解过他 他一直在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他的付出 以及他提供的情绪价值 看到川原一脸歉意地低下头的时候 海原在沉默片刻后推开了副驾驶的车门 然后带着他来到一处造船厂 听到他们在找阿聪的时候 工人朝身后大喊了阿聪的名字 看到他转身的瞬间 川原险些将他认作为菊平 但他的样子完全不像 他在短暂地错愕后莫名地大笑起来 对真相的恐惧在这哭笑中渐渐消散 可就在他茫然地自问 他到底在找菊平的什么的时候 阿聪突然跑过来告诉他们 广岛的警方在大地震的前一年也来找过他 海原连忙打电话联系助理 让他查询一下电脑的解锁密码的日期附近发生过什么大事 他们的汽车在半路突然爆胎 不受控制地掉进了水区 看着有些崩溃的川原 海原说起了他前妻离开他的原因 他前妻曾经出轨过 虽然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 但是他直到现在还在怀疑他 甚至怀疑女儿不是他亲生的 他因此不仅跟前妻大吵一架 还让女儿不要喊他爸爸 可在不久之前 前妻拿着他和女儿的亲子报告找上了他 他是父亲的几率无限接近于100% 如果他和妻子撇开心扉交谈的话 或许就不会走到这一步吧 川原联想到了他和菊平 如果他试着关心一下菊平的话 是否会带来不一样的结局 而就在这时 海原突然收到了助理的消息 但报纸上的标题却让他陷入了沉默 他说菊平的真实名字是安田公平 他太太在六年前杀害孩子之后自杀了 解锁密码就是他们的继人 他们在凝重的气氛中 去车来到了菊平的真实地址 面对邻居老人的询问 以及告知了他现在逝去意识昏迷的事情 听到他询问自己身份的时候 川原在短暂的纠结后 坚定地表示他是菊平的妻子 老人一边拿出他和菊平的合照 一边说在他看来他们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菊平是一位技术很好的医生 一个月里有半个月需要到外地出差 他因为每天忙于工作而忽视了对妻子的关心 所以他没有发现妻子因为育儿问题 而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菊平这天晚上出差回来的时候 他发现家里不仅没有开灯 地上也散落着孩子的玩具 而妻子则抱着玩偶目光呆滞地望着窗外 他轻声地呼唤妻子的名字 可他却没有任何反应 而就在这时 他突然听到了卫生间传来的水声 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他的心头 当他冲进卫生间的时候 却看到了浮在水面上的女儿尸体 他悲痛地哭喊着妻子的名字 却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可就在这时 妻子突然跑出了家门 他急忙追了上去 但他却在菊平不敢置信地注视下 站到了马路中间 巨大的震撼吞噬了他的内心 他因为内疚与悔恨将自我放逐 从此不知所踪 屋内的陈设十分整洁 时间仿佛在六年前停下来了一样 可就在这时 海原突然发现孩子的照片是一个女孩 听到川原说小说里是个男孩的时候 他把相框递给了川原 全家府里的孩子也是女孩 他不敢置信地趴在柜子前确认 他不明白为什么和小说里的描述不同 海原翻看小说对女主的描述后 他一边让川原不要动 一边掀开了他的头发 和他猜想的一样 川原的耳后有一个小致 而这正是小说里对女主的描述 川原突然回想起了他们欢愉时的场景 或许他就是在那时发现了 而小说里那个虚构的男孩 则让他联想到了他那天说想生的男孩 原来小说里的女主就是他 菊平在小说里写下了他们一家三口的幸福未来 如果他可以原谅她的话 他希望他们之后可以一起向前走 川原此刻突然意识到 地铁站的相遇不仅是他拯救了自己 自己也在之后温暖了他 他哭着将小说紧紧地抱在胸前 然后连夜坐船赶回东京的医院 他坐在病床前一边低沉地诉说自己的背叛 一边哭着跟他描绘他们的美好未来 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 海原也鼓起勇气去找了女儿 希望能和他达成和解 樱花盛开烂漫的这天 川原帮昏迷的菊平剃掉了胡子 可就在他望向窗外的时候 他突然感觉到手指传来的动静 而菊平在他充满期待的呼喊中 缓缓睁开了双眼 感谢观看